同学们大家好 上节课呢我们基本上 把这个爬虫功能 对应的代码写的差不多了 那这节课呢我们对代码做一些优化 首先 打开我的工程吧 在SRC目录下 我呢在SRC目录下 先去创建一个folder 叫做Utius 回车 然后我把corner拖到Utius 里面去 它会问我是否移动 那我后面不需要它提示了 我确定要移动 移动过之后呢 它会自动的去修改我们的依赖 也就是会把router.ts里面 这个corner 对应的引入地址 做一个替换 但你发现现在好像并没有替换 所以它会报一个错误 那我就在这里手工的改一下 引称Utius下面的corner 就可以了 一样呢我把Dial Analyzer 也拖到Utius里面去 这个时候它会自动的更新成 Utius下面的Dial Analyzer OK 保存一下 然后我把Dial Analyzer改一个名字 Rename 这块呢就叫一个Analyzer 好 那么这块我要改一下 也就是router.ks里面 它现在引入的是Analyzer 那么这块我就可以让它叫做Analyzer 当然如果它改了的话 下面这块应该会有一个报错啊 我把这块也改成Analyzer OK 那我现在呢 录下只有一个index.ts文件 它呢是一个整个程序运行的主流程 这里面request这些东西 我现在没有用到 我可以把它清掉 保存 然后router.ks里面 就是我们对应的一些逻辑 那逻辑这块 我可以把行数呢 做一些精简 OK 保存 现在呢 request with body 这块我可以都把它换成 request with body 那为了简化呢 我可以换一个简写的屏杂 叫body request OK 这块都改成 body request 好了 那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继续来看啊 这块代码里面 我们首先可以优化的代码是哪里呢 我们往下翻 找到get data 找到get data 你会发现它的逻辑都差不多 判断是否登录 如果登录了执行逻辑 没登录呢 提示你需要登录 大家看上面下面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 没登录的话 我提示你啊 请登录 如果登录过后呢 我再提醒你来去执行逻辑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右逻辑的中间件 我们这么去写 在最顶上 我们定一个函数 const叫 check login 等于 一个 函数啊 这里也有一个req 这样的类型是request 对吧 OK 当然了 你可以把它写在下面 想看起来清楚一点 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body request 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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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再来一个叫做next这个函数 那叫next function OK 我们写一个next function 它会自动的帮我们添加这种引用 但是啊 就这块 request这块我写成 直接写request也OK的 因为这里面其实我们用不到body 所以你直接写这个request就行了 好 这里呢我主要让它去做一个登录权限的教验 那么我可以把这一坨代码拿过来 然后判断if 这样来 叫 it's login 那么我执行next 否则的话 我直接request.send 请先登录 保存一下 我写了这个checklogin的方法之后呢 我在下面就可以使用这个中间件了 其实它就是一个没有逻辑上的中间件 它会判断你现在如果登录了 我再往下继续支撑 否则的话没登录 我就提示你先登录 那哪里要用到这个中间件呢 首先是这里啊 get data的时候 我需要先判断你是否登录了 再确定我的逻辑是否执行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router路由的第二个参数下面 把checklogin填进来 保存一下 然后show data这块也是一样的 把checklogin填到这里来 那如果这个中间件帮我们做了权限的教验呢 我们这块就没必要写这个路由的权限教验了 直接这块我让它执行逻辑就行了 ok 那它的意思是呢 我进入这个路由之前 首先去判断有没有权限 如果有权限呢 我才会走到这坨的单码 否则如果没权限的话 这个中间件直接就会提示用户请先登录 对吧 ok 那往下翻 下面是一样的 这块的逻辑就可以把它都干掉 保存一下 应该是ok了 然后我们打开命令号工具啊 现在服务器正在启动 我呢可以重新来一下 看有没有问题啊 npm run 第一位回车 没问题 server is running 然后我们到浏览器上刷新啊 这个时候 假设我没有登录 现在访问get data的时候 大家发现它会提示请先登录 和我们预想的一样 回过来呢 我们先登录一下 输入123 点击登录 登录成功 回到手里又刷新一下 现在处于一个登录的状态 那我点击patch内容的时候 大家看可以提示get success 因为我登录的话 那么掉用这两个接口的时候 这个中间键会通过 所以就会把正确的内容显示出来 这块大家可以看 和上去可以有点不同 我的这种json结构啊 现在可以通过这种 可视化的结构化的方式显示出来 上节课这个json内容显示的是一个字不串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我在现在的浏览器里面 使用了一个叫做jsonformatter这样的一个chrome的插件 大家也可以安装一下jsonformatter这个插件 之后呢 你的接口返回的这种json格式 它就会做一个格式化 好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继续来看 这里面它会报一个错误 说 Course.json不存在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冲启一下 看一下这个问题是哪里来的 好 复习启动 我刷新啊 登录的一个状态 没有报错 然后点击展示内容 没有报错 然后后退我patch内容 patch内容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data下面的costaddition 它会有 两组数据 我再patch一次呢 我再刷新一次 它现在没有存上 我们看哪里有问题 我们到router.ts里面去啊 我们get data的时候 我们用analyzer 然后去patch这个内容 我们看caller 用这个analyzer 我们找一下 这个caller的代码 OK caller呢 它会去往哪里存呢 往这个上级目录的 data下面的cost.json里面去存 所以现在这个路径呢 有点问题 我要去改一下了 因为caller的路径变化 导致data呢 也需要再往上找一层 那么找一层保存 然后回过来 再刷新 然后再看cost.json 没问题 就存上了 我们刚才这个问题 也就解掉了 行 最后一步呢 我们想做一个什么事情啊 因为到后面 我希望把这个页面 做得漂亮一些 我们做一些 前后端分离的 这种代码的编写 现在呢 只有我的后端代码 并没有我前端的代码 那未来我们想做 前后端的分离 所以我需要把我的代码 写成一个接口的形式 而不是每一次都是通过 这种 我们看一下 send的方法 去返回一个 get data success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那接口呢 一般会有一个 固定的接口格式 是一个json类型的 这个返回结果 对吧 所以这块对所有的 这个方法的返回结果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 接口化的统一 那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可以在 utils下面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utils.t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写一个interface interface result 我们觉得一个 接口返回的内容 它必须得包含几个字段 首先呢 它得包含一个success 类型呢 应该是个boolean类型 也就是说 当前这个接口 是否正确的运行了 是否这个没有报错啊 所以success代表这个意思 那还有一个就是error message 它表示呢 我现在是否有错误 如果这个接口啊 success的直视false 也就是说有问题的话 我要把error message 返回出去 但是如果是处的话 error message其实可以不存在 那其实error message可有可无 那么这块我其实可以写一个问号 对吧 好 再来一个data 比如说 真正这个接口返回的数据 我放到data里面去 这个data呢 我们现在不确定是什么类型 可以暂时的写成一个anin 接着呢 我们继续来 我们在这个utils里面 再去创建一个方法 叫做 const get response data 等于一个 这样的凡数 我会接收你要返回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接收一个error message 这样的一个参数 表示 返回是对 还是错 那数据这块呢 我也不知道你最终 这个接口要返回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它很灵活 所以先给一个anin 那error message呢 如果你接口返回的数据有问题 这块一定要给我一个stream 类型的东西 那么 这个方法是干什么用的呀 这个方法是帮助我们去返回一个 符合我们result这个标准的 一个接口数据的 所以在这块 我让它的类型是一个result的类型 现在它肯定报错 因为我返回的类型并不是result的类型 那这块我要去判断 如果 error message存在 那说明你的这个接口啊 肯定就报错了 那如果报错的话 我return的一个结果 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应该是success 它是false的类型 表示接口现在有问题 然后error message呢 就是你传进来的这个error message 那data呢 也是你传进来的这个data 这么去写就行了 否则如果 没有error message 就说明你这个接口的返回结果是正常的 那么 其实标准的接口格式就要求 success是true 然后呢 没有error message 那data呢 就是你传进来的这个data OK 保存一下 那我们通过get response data 就可以去返回一个标准的这种接口数据 我把这个方法啊 export出去 好 utu.ts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get response data 对我们的右楼基代码做一个改良了 我把utu.ts先不关 先放在这里可以啊 到router.ts里面 我们在上面 引入 import from 当前录下的utu 这块呢 我写错了啊 import utu是下面的utu OK 然后引入它 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会把这种 类库的引用啊 或者这种核心模块的引用 放在上面去啊 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个顺序改一下 我引入了get response data 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接下来大家一起来看 我怎么用这个函数啊 我们说check login 去判断用户是否登录 如果登录了 那我就让它继续制成 否则的话 我希望这是一个接口的返回格式 而不是说就提示一个字符串 那我就可以这么写了 res.json 然后调用get response data 好 那数据呢 我们现在就没有什么数据 但是呢 我要提示用户 请先登录 OK 保存一下 如果我们这么写啊 用了这个get response data 进行一个接口数据 或者接口返回内容的一个标准化的话 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浏览器上 我们刷新 点击退出啊 假设我处于一个退出的状态 然后去访问get data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它返回的数据 是这样一个标准的接口的返回数据类型 首先 data里面没有值 然后说success是force 告诉你先登录 也就是说接口有问题 那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问题是我没有登录 所以你用不了这个接口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接口的提示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啊 找一下我们的代码 下面我们照着类似的方式去改写啊 好 往下去找 那根路径呢 其实它是返回了个HML 未来呢我们会用一个前端的工程 替代掉这块单纯的这种 非常简便的页面的UI展示 所以我们先不管它 它呢就让它返回一个页面就好了 那logout这块呢 我们要做一个处理 如果用户反问logout这个路径的时候 我也不希望它跳转了 我希望它返回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呢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一个处 OK也就表示我这个推出已经成功了 所以如果成功了 就没必要传那个error message了 那我写一个true就可以了 但它会报错 原因是我utu.ts里面 error message是一个必传项 所以你不传它就会有问题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你可传可不传 那这里写一个问号就可以了 回到router.ts里面 当我这么去写了之后 我再去测试一下 回到流量器上 回到手印刷新一下啊 我点击 首先我放大一点 我输入一二三 点击登录 好登录成功 我后退这块刷新 这个时候我点击退出 会进入logout 那它就会反映一个标准的接口格式 说明你success是true data也是true 表示我已经登出成功了 也就是正式的退出了 那回到手印刷新 它就处于一个退出的状态了 OK 再继续去改啊 我们把下面这块东西都改了 如果用户已经登录过 再去访问login这个路径的时候 那我希望怎么样呢 它就不是说提示一个支付串 而说irs.json 我告诉他这个接口有问题 那问题的产生的原因是 已经登录过了 OK下面是一样的 如果登录成功的话 当然呢 我这块就要写true了 这块呢 就不用写东西了 表示呢 这块你就登录成功了 这个接口呢 正常的执行 否则的话呢 你这块就是 Force 登录 失败 保存一下 再往下翻 当我去获取数据的时候 我现在提示是数据获取成功 那么我可以改一下 依然使用这个 那只要给一个true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表示数据获取成功了 下面也是一样 我复制一下 如果有问题 那么我就提示 false 叫数据不存在 对吧 把下面这块的东西 我拿到这 但用数据不存在做提示 可能更好一些 上面这块呢 我们就这么去写啊 如果成功了的话 直接 调get response data 传第一个算数 第二个算数不传就可以 保存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接口相关的东西呢 就已经改样完毕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改完之后 它整体的一个逻辑 首先我现在处于一个 非登录的状态 当我去访问 get data 它会提示 请先登录 当我去访问 show data 它也会提示 请先登录 它是一个标准的接口 对应的反复内容 没问题 我回到手印 我登录一下 我数一个 四五六 登录 它会告诉我们 说 现在 接口错误了 登录失败了 告诉我们这个error message 那么我们再来 假如我输入 一二三点 登录 它会提示 true data也是true 那就表示 这个接口已经 正确的运行了 我们登录已经成功了 登录成功回来 再刷新 现在就进入到 这个页面 那我点 爬取内容 它会说 你爬取 现在也能够 正确的爬取 好 展示内容呢 我会把我们的数据 这个标准化的 展示出来 这里面会有一个success字段 然后你的所有的 爬取的 到的这个内容啊 都放在 data字段里面 进行存储 OK 那我点退出的时候 它会说 好 你现在已经退出成功了 那退出成功 我们再访问 跟录竟的时候 它就会让你 重新进行跟录 OK 那我们的代码呢 写到这里 基本上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啊 当我使用这种ts 去写express代码的时候 其实它会带来 一定的好处 比如说啊 这里面 我这里 比如说多了一个name 这样的一个字段 它就会及时的 通过这种 tapscript的语法 给我们做一些提示 包括你在 router.ts里面 你这里啊 比如说 用这种iq iq 这里随便写了一个 什么question.name tapscript就会 做一些语法上的提示 告诉你 question现在 其实有可能不存在 你这样写是有问题的 所以当我们用tapscript 去写express的代码的时候 能够带来一些 自动校验错误的 这样的一个好处 但是实际上 现在这么写 并没有充分的 把tapscript 最强的一些优势 运用进来 因为你可以看到啊 现在我们写的这种 index.ts的代码也好 它是一个过程化的代码 包括router.ts 里面我们现在也是一个 类似于面向过程的 一段一段的代码 那tapscript 它要想发挥最大的作用 一定是 把它的面向对象 类的概念 或者说interface 一系列的东西 引入进来 然后呢 可以引入各种各样的设计模式 帮助我们开发复杂的项目 但如果现在我们这种写法呢 它只能说 在语法上 给我们一些错误上的 提前的提示 但并没有一个面向对象 通过类的形式 去写代码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么去写代码 其实并没有把 tapscript的所有的优势 全部发挥出来 那么我们怎么通过 类的形式 比如说面向对象的形式 去编写我们 express的代码呢 如果想把这块的代码写好 那就必须要去学习一个 新的tapscript里面的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呢 叫做decorator装饰器 这块有关于装饰器的 基础知识呢 其实比较难 所以我们会单独在下一章节 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 那么讲解完 decorator装饰器的 基础内容之后呢 我们会对今天我们讲的项目 再进行一次完整的重构 大家再去对比 看一下 那个时候的代码 是不是比现在 更好的去利用了 tapscript里面的一些 语法项的优势 OK 那这节课我们把代码写成这个样子 就OK了 大家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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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